大家好,歡迎來到今集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希望大家記得CLS,留言,Like和Share 最好是訂閱,不過這次我想大家一定會留言 因為剛剛推出了拍特把角度,也有很多朋友留言 有很多不肚不快,這一節的新聞,想跟大家說說 這場球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就是我們輸第二球球,說真的,輸得相當難看 之後,蓮佑洛夫和班奴好像差點吵架,差不多想說手 究竟他們爭取什麼呢? 班奴在賽友訪問時,也有說過這件事 當然,他們中間的語言沒有說他們爭取什麼 但亦都說回整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儘管聽一下班奴粉蘭迪斯怎樣說 他在賽友訪問時,就這樣說 他就說,很多時候這些都是正常的 當你輸了球的時候,大家吵一下是很正常的 這個就不關我或者蓮佗洛夫的事 對不起,這個就不只是我或者蓮佗洛夫獨有的事情 我們中間發生的什麼事是正常的 他就說,當我在球隊長一點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多這些事發生 我們要明白到發生了一些錯誤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理解一下 究竟為什麼會犯這個錯誤 然後就要去改善 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當時大家一吐火,當然會吵 但之後冷靜下來 大家都要理解一下究竟我們怎樣犯錯 希望大家一起進步 所以剛剛有朋友都問我 他倆會不會因此來反面 如果你問我 我都幾認同Buno說 這些事情踢球,大家都有踢球的朋友 都可能會試過 那一下我怒火,怒火衝天 大家在爭論,甚至乎 有時忍不住會說,手刀未頂 但是,我相信作為職業足球員 你一定之後冷靜下來之後 大家一起看看背景 大家一起看看究竟 大家做了些什麼錯誤 而令到這件事發生 然後一同去進步 如果因為職場的爭執 當然,如果拿了很多家人出來 而過分了的話 我覺得一定會有一條巴人在 但是純粹大家在罵 為什麼你這樣 如果說話上不過分的話 我不相信會有任何問題 這就是我自己的見解 大家也可以說一下 因為可能大家自己也有踢球 可能有些朋友也接觸過職業足球員 究竟你認識他們 或者大家踢球的情況 會是怎樣 大家隨便可以說一下 不過我自己看下去 起碼Buno第一件事 就是賽後訪問 冷靜一點的時候 立刻嘗試去測試這件事 這就是我們真的看到的 Buno繼續說 這場球其實我開局開得不錯的 我們也製造了很多機會 這場球其實 整體來說 是踢得不錯的 但是踢得不錯 足球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實在太多機會 不能進入球 當然我們對於這個戰果 我們一定不會滿足 也不會開心 因為我們很希望可以晉身決賽 但是現在這一刻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休息 以及希望可以盡快復原 他們的龍門 對方的龍門 實在踢得相當之好 但以我們的質素 我們應該要入球 當然我認同 Buno說法 我們並不是制造不到機會 而是不能把球 送到網上 這就是個問題 詳細我在拍大巴 角度說了 不再重複了 順便說一下 其他人接受賽後訪問說了些什麼 蘇斯一查在接受BT Sports的訪問的時候 就說 那球球我們應該是截到的 但是應該能清掉那個球 但結果 就讓他入了禁區 即是輸球球 我還未看蘇斯一查的賽後記者招導會 我想遲些我有時間 因為現在我實在看不到 即是我實在看不到 他的記者招導會 應該不想看 遲些 等我自己也平靜多一點 我先看回 接著之後 我們的隊長 麥加也有說關於這場球 他說 其實都是困難的 大家都是崩潰的 我們做了不少的機會 但是 他覺得 敗亂踢得好些 但是輸了 他們也懲罰了我們 很多機會進不了球 他們懲罰了我們 他們其實就不是太多機會 這場球 他也是一個客觀的評述 但足球比賽就是這樣 你無論拿多少攻勢都好 你不能夠把球送到網上 就是不行的 這件事我想 麥加也比我們更清楚 他就說 我們是兩個 在旁邊的全中 我們都是搞不定 所以這個絕對是不足夠 我們是不夠好 我們就會嘗試去再 怎樣研究一下 怎樣可以做好些 所以我們這場球 其實應該是有機會贏的 應該可以入到決賽 但是 已經是第三次了 我們就在四強那裡 失誤了 而輸球 我們呢 麥加說我們的球員 其實也是OK的 我覺得 輸球當然不可以接受 只是去到四強當然不可以接受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再進一步 但是他又說 今年來說 進步已經是很多的了 我們對著一隊 踢得好的西維爾 如果是另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是有機會贏的 輸球永遠在我們 萬聯就是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記者問 什麼時候才能取得錦標 麥加就說 很快的了 我們全隊球 都很想贏的 這個心態是沒有變 下一季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更大的進步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了 獎杯 今天呢 我們就是 做了一些我們 賽前的部署 但是呢 我們就算是在踢得 不錯的形勢之下 結果是輸球的 始終可能我們是不夠經驗 這件事是令到我們 今晚是拿不到我們要有的戰果 第二球球呢 就真的不應該輸的 OK 另外呢 蘇斯一茶呢 也是他做球評 他也有說 關於蘇 對不起 史高斯做球評 他也批評蘇斯一茶的防守 他說呢 第二球球的輸球 簡直是很震撼 他就說 整隊球都 整個back four 整個back four 都有責任 聯絡羅夫和麥加亞呢 就是 有個球在近處那裡過了 好像 我們只有一個中堅 就是明明兩個中堅 但是踢得出來的效果 好像中堅一樣 他就說 聯絡羅夫的真體角度 是完全錯了 所以 史高斯就說 雖然整條back four都有問題 但聯絡羅夫 的確是有個最大的責任 大家如果看了帕塔北角度 都知道 我自己反而覺得 雲比沙卡的責任 都是大一點的 不知道誰是對的 也希望大家都說說你們的看法 說真的 輸球大家都不想 但也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要接受 以及這場球 我也同意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都很貫徹 就是說 我們要多入幾球 才有機會過關 結果我們就是做不到 多入幾球這件事 也導致我們再一次 四強出局 OK 這節目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